分析式电动机 它的转速跟转举 与负载之间又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 在这个章节里面呢 我们一样会针对转速 转举两个部分做讨论 最后再尽有实力立体的演练 让同学更了解分析电动机 这是一台分析电动机 而我们接下来呢 一样要讨论转速跟转举两个部分 因此呢会使用到的相关公式 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 反电式EB的大小会等于 VL减去RA乘上RA 第二个公式呢就是转速 N的大小会等于K5分之EB 把EB放进来之后呢 可以得到K5F分之VL 减去RA乘上RA 而最后一个 讨论转举特性曲线的时候 会使用到转举公式 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 T等于K乘上5F再乘上IA 接下来我们先讨论转速的部分 那一样呢我们会从曲线的五载情况 开始做分析 五载的时候也就是IA为0的时候 IA为0把IA把0带到公式里面去 可以得到转速N的大小呢会约等于K5F分之VL 而这个表示呢一开始五载的时候 马达就具有一定的一个转速 接下来负载开始上升了 曲线要开始右移 IA变大的一个情况下 造成VL减去RA减的东西变大了 那么EB反电式就会下降 反电式下降造成转速也会跟着下降 因此转速是一个往下掉的一个 稍微往下掉的一个幅度的曲线 一样啊我们要讨论电书反应 讨论电书反应的时候呢 就是整体而言是造成一个去词的一个作用 去词讨论情况就是φ下降 φ一旦下降 转速N呢就会稍微的提升 所以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他机特性曲线跟分机的转速特性曲线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属于定速马达 一样转速都不太受到负载的影响 那么他机电动机 机时长绕组不能发生断线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 自机式的分机电动机 长绕组如果断线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来看一下右边的图片 右边的是一个分机式的电动机 那如果今天我们的厂绕组发生断线的时候呢 一样会造成IF为0 厂电流如果为0 5F为0 5F为0 分母为0 就会造成转速又变成无限大 依然会造成飞拖的情况 所以呢 分机也必须要有此长绕组的一个保护装置 不可以使它断线 如果长绕组一旦发生断线 电机也有可能会发生毁损的现象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转举的部分 一样呢 是从五载的时候开始讨论 五载的时候 IA为0 0带入转举公式 得到T等于0 所以一开始的转举非常的小 我们从原点开始来画 第二个阶段呢 IA开始要上升了 负载变大 就是IA变大 所以IA上升多少 转举T也跟着上升多少 一样是呈现一个线性 直线性的一个上升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说 转举会随着电输电流 呈现正比的增加 来因应负载运转的时候的一个需要 如果我们要考虑电输反应 也就是去磁发下降的一个部分 那么转举就会些微的一个往下掉 所以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 转举会些微的往下倾 观察它的转速特性曲线 发现分析跟他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么它可以用的场合很多 包含车床、钻床等这些需要定速的场合 那么它也许可以调速 因此也可以用在一些调速的场合 而转举曲线的部分呢 五载的时候 电输电流很小 都造成电输的转举非常的小 负载增加以后呢 转举就会随着电输电流呈现正比的增加 也是一样跟他基长得一模一样的曲线关系 因此如果他基学会了 那个分析的状态呢 就跟它一样 我们这个章节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